欢迎来到三米阅读,阅读乐趣,三米启航,祝您听书愉快。 乔布斯年轻时所接受的文化熏陶,就以这样的方式影响到他主持开发的每一个产品。 三,当然,乔布斯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的追求和探索,也是时代大潮推动的结果。 在乔布斯十岁那年,也就是1965年,开创英特尔公司的戈登·摩尔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, 预言集成电路的性能将会每年翻一番。 到了1971年,英特尔造出了微处理器,为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,点定了基础。 在乔布斯二十岁和沃兹尼亚克一起创办了苹果电脑的那一年,正是各种个人电脑纷纷面试的时候。 如果晚几年,可能就不会有它和苹果的辉煌了。 1960年,乔布斯一家搬到了加州的深井城,十年后,有两件事对乔布斯意义重大。 第一呢,这个城市和周围几十英里的地方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硅谷。 乔布斯发现,他周围的大人们都在研究一些很酷的东西,比如太阳能、光伏电池和雷达。 第二呢,正在读高中的乔布斯,遇到沃兹尼亚克。 沃兹尼亚克是一个比乔布斯更宅,技术更好的极客。 两个人都热爱电子技术,都喜欢恶作剧,很快成了一对好伙伴。 但不同的是,沃兹尼亚克更内向,腼腆,更喜欢钻研技术。 对他来说,用技术实现一个功能,这本身就是非常开心的事。 而乔布斯完全不同,他外向,充满激情,喜欢和人辩论。 于是,在合作中,性格差异自然形成了分工。 沃兹负责造东西,乔布斯负责卖出去。 两人就这样,结成了一对商业拍档。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,是造出了一个能够骗过电话公司免费打长途电话的蓝盒子。 他们先是拿来恶作剧了一番,例如打到范蒂冈,自称是美国国务卿,要求跟教皇通话。 然后,乔布斯想到用这个蓝盒子赚钱,就跑到学校里一个一个宿舍敲门推销。 最后,用150美元一个的价钱,卖出去100个。 乔布斯后来说,沃兹和我学会了怎样合作,我们也获得了信心,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技术问题,并且真的白鞋发明投入生产。 如果没有蓝盒子,就不会有苹果公司。 时间呢,到了1975年,一家叫阿尔泰的公司造出了一台名为8800的微型电脑。 虽然这家公司和这款电脑早已淹没在时代大潮中,但它却催生出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。 一个是微软,一个是苹果。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·艾伦就靠着给这款电脑开发Basic语言,挖到了第一桶金。 而沃兹尼亚克则受8800的启发,设计出了苹果一型电脑。 这才有了后来的苹果公司。 沃兹尼亚克本来想把他的设计免费分享给所有人,是乔布斯说服他把电脑组装出来销售。 当地一家电器商店的老板很感兴趣,乔布斯就杀上门去,向他推销。 最后啊,拿下一个50台的大订单。 他把沃兹和一些亲戚朋友拉到自家的车库里,组装出电脑,卖了两万五千美金。 这就是苹果公司的第一单生意。 1976年呢,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正式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。 乔布斯内战子常去一个水果农场打工,递交公司申请前,他刚修剪完苹果树回来。 于是,就想到用苹果这个词给公司命名。 他觉得苹果能让电脑听起来更亲切,更平易近人。 而且苹果的英文以A开头,能让公司在电话簿上排在前面。 说白了,苹果这个名字源于灵机移动,起名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太多。 1977年,沃兹尼亚克拿出了苹果二型电脑的电路设计。 乔布斯找人设计了电源和外壳,最终制造出一款成本低廉,性能优异,又简洁大方的电脑。 苹果二型一经推出,大受欢迎,全系列总共卖出去接近600万台。 鼎盛时期占到了个人电脑市场36%的份额,成为了第一款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。 苹果电脑呢,也因为这款产品一炮而红。 1980年,苹果公司上市,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争相认购,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公司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。 到了这一年的12月,乔布斯的身价啊,暴涨至2.56亿美元,而这时他不过25岁。 4.苹果的迅速崛起,让乔布斯少年成名。 但是,在苹果公司的董事会看来,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,只是一个西海岸的矛头小伙子。 因为,乔布斯不休蝙蝠,经常好几天不洗澡,一个投资人还不客气地说,他是连人都算不上的怪胎。 苹果的第一位大股东,麦克·马弗拉也抱怨说,我们不得不在开会时看着他的脏脚,要么把他请出门外,让他去洗个澡。 而乔布斯身上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卫生问题,他喜欢控制别人,而不喜欢被人控制。 就连他的好伙伴,老好人沃兹尼亚克也都有点受不了乔布斯。 在开发苹果二型电脑时,沃兹尼亚克就为了电脑的设计跟乔布斯大吵了一架。 虽然后来两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,但沃兹再也没有参与乔布斯牵头的任何项目。 苹果二型电脑之后,乔布斯对自己的技术判断过于自信,电脑设计不考虑具体需求,结果从1977年到1984年的七年里,苹果没能再推出一款成功的产品。 首先是苹果三型电脑遭遇滑铁路,这款电脑机箱太小,还坚决不使用风扇,导致机箱内温度太高,电路板会自己松动脱落,甚至插进去的磁盘都会融化,故障率极高,成了彻底的灾难。 接下来的LISA电脑项目更是一片混乱,乔布斯只在项目组里待了9个月,就被董事会一脚踢了出去。 愤怒的乔布斯拉人组建了一个团队,以海盗自居,搬到公司外面的一栋大楼,开发一款称为麦金塔的新型电脑。 这个原本东拼西凑的团队拧成了一股神,它的狂热和坚定感染了所有人,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伟大的产品,从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。 所以啊,尽管团队每周工作90个小时,尽管乔布斯时不时的大发雷霆,把别人的努力贬斥得一文不值,但很多麦金塔的开发成员仍然认为,能和乔布斯并肩作战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。 说到这里呢,不得不提到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,这个概念来自著名的科幻剧《星际迷航》,在剧中啊,外星人用精神力量扭曲了现实,而麦金塔团队里的人很快发现,乔布斯就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。 一名软件工程师是这样解释的,有他在的时候,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。 还有人说,在跟乔布斯交谈时,会莫名其妙的就被他说服,认同他的异想天开。 乔布斯就是有这种神奇的精神力量,在他眼里呢,现实是能随意揉搓的橡皮泥。 他会跟团队说,我们能用更短的时间开发出更好的产品,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将会改变整个世界。 这并不是欺骗,他是真的相信。 而当一个人真的全心相信某件事并为之努力时,他身边的人也会被感染,甚至开始觉得,说不定他是对的呢,说不定我们真能改变世界呢。 乔布斯的精神力量还体现在,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看穿别人的直觉,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直击对方心灵最深处,抓住别人最软弱的地方,让别人为自己所用。 例如,他在招募当时的营销奇才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·斯卡利加入苹果时,他就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, 你是想卖一辈的糖水呢,还是想抓住机会来改变世界? 斯卡利就因为这一句话加入了苹果。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,他也只能承认,乔布斯能够很好地判断一个人,并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赢得那个人的心。 正因为如此,这个不到50人的团队,在资源少于IBM、施乐等竞争对手的条件下,仍然开发出了引领时代的伟大产品。 麦金塔电脑是第一款应用图形化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,这比微软的第一代Windows系统还要早5年。 但是,麦金塔仍然重复了苹果3和Lisa的问题,设计与具体需求脱节。 为了控制价格,麦金塔的硬件配置较低,但是图形化系统会占用大量内存,这导致系统使用起来很不流畅。 而麦金塔没有插槽,用户无法自行升级和扩展,不借助特殊的工具,甚至连机箱都打不开。 乔布斯还取消了键盘上的方向键,逼着用户习惯鼠标,习惯图形化的操作界面,更逼着开发者专门为麦金塔开发软件。 以至于上市的第二年,可以在这台电脑上运行的软件仍然寥寥无几。 结果是,麦金塔的销售不如人意,到1984年底,每个月只卖出1万台,是预期的十分之一。 麦金塔在市场上的失利,让苹果公司董事会对乔布斯失去耐心。 1986年,董事会考虑撤掉乔布斯的职务,让他去组建一个产品中心,负责新产品的研发。 乔布斯拒绝了这一要求,还私下串联,想要把当时的CEO斯卡利掀下马。 这一次,董事会没有再容忍他,乔布斯被撤掉了所有实权。 1986年9月,乔布斯在董事会上宣布离职, 然后就这么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电脑。 我们可以将麦金塔电脑的失败归咎于错误的市场策略, 归咎于乔布斯未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优化产品。 但我们必须承认,乔布斯对市场,对公司,对自己的判断都过于主观。 不过,当乔布斯在20年后重回苹果公司的时候, 他将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状态带领苹果再上巅峰。 关于这一段经历,我们将在本期节目的下集为你介绍。 好,史蒂夫·乔布斯传这本书的上集就为你解读到这里。